大家好,我是蓝子王 今天我们来讲这道 Remove Duplicate from Sorted Array 2 这道题的要求和我们 Remove Duplicate from Sorted Array 1 基本上是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 我们现在要求就是 我们出现的元素最多出现两次 而之前那道题就是不能有重复的元素 大家注意这唯一的一个区别 然后下面也是说我们不能去 Ilocate I to Space 就是说我们要在当前 Array的基础上面直接改它的元素 好,那其实这也是一个提示 就是对于这种在原来 Array的基础上修改的话 一般方法我们都是用两个指针 一个指针用来便利这个Array 然后另一个指针就是记录 我当前需要改变元素的位置 好,下面这块还有一个 需要注意的就是它的一个说明 就是为什么返回的是一个Integer 而不是一个得到最后结果的Array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这个Integer的意义 其实就是在这个Array里面 有多少个元素是最后有效的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道题怎么做 我们拿这个作为一个例子 然后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在Inplace去修改的这种情况下 大部分情况我们都是用两个指针 我们一个叫Fast 然后我们来一个叫Slow指针 或者叫Index吧 对,这两个Index指向这个Rray的每一个位置 这个Fast的指针 在每一个循环我们就是不停地往前走 一步一步往前走 好,然后这个Slow指针 我们意义就是记录当前 哪一个位置的元素是需要更改的 也就是说它之前的元素都是我们修改好的 我们来把这个过程走一遍 然后大家又能理解这个意思是什么了 我们这个初始位置 其实就可以从第三个元素开始 Fast跟Slow 因为我们最多可以有两个重复嘛 那如果我们这个前两个元素 不管它们是什么 它们肯定都是一个有效的值 哪怕它们是重复的也是没问题的 好,我们就从第三个元素开始看 这个Fast的指针 每一个循环都会不停地往前走 这个Slow指针 现在就是这个位置 有可能是当前值 有可能是其他的值 好,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当前Fast指针的位置的值 和Slow指针 前面两个分别去对比 如果有一个不一样的话 就证明 它不是一个重复两次的值 这个值就是有效的 那如果这两个都和当前Fast的值 是一样的话 那么这个值就是需要替换的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看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01前面两个 我们Fast的值跟Slow-1比 跟Slow-2比 发现并不是都一样 证明这个1在之前没有重复两次 所以这个值是有效的 好,那么Fast往前走 Slow同时也往前走 这个位置就是说 Fast的指向这个值是当前我们需要判断的值 Slow这个值 这个位置就是说 我下一个值是要 有效的值是要在这个位置的 那同样跟刚才一样啊 我们看Slow-1,Slow-2和Fast都不一样 那这个值也不是 之前也没有出现过两次 所以这也是个有效的 再往前走 然后跟刚才一样 跟Slow-2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值也是有效的 然后Slow也往前移 Fast也往前移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出现这个重复的情况 我们看当前的Fast跟Slow-1和Slow-2都一样 证明当前Fast的值扔下这个值 之前出现过的两次 那这个值就是一个 我们需要更改的值 就可以把这个当前值扔掉了 这个时候我们Slow是不变的 我们Fast的接着往前走 为什么呢 因为当前Slow这个位置 等于现在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值 下一个有效的值将会 我们会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所以在Fast1到3这个时候 我们说我们现在要处理3这个数 看它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值 然后我们还是跟Slow-1和Slow-2比 发现它不一样 所以这是个有效值 我们要把这个有效值放在当前Slow的位置 所以就把Slow这个位置的值 替换成3 好我们再演两个 好这时候Slow再往前走一个 Fast再往前一个 当前处理的值是这个4 判断有没有有效要放进的这个位置 是这块这个位置 然后发现是一个有效值 那么要把它放到这个Slow这个位置 这个变成4 大家看到这个我们之前处理这个数 这个数已经都变了 就是有这个更新的地方了 然后同样的道理 后面5也会被替换过来 对替换完以后 我们可以指针再往前移动一个 这个循环结束了 然后就没有了 好 之后我们注意这个Slow当前的index 它指向的这个值 不是一个有效的值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index 是从0开始的 所以这个Slow现在这个数值 这个数其实就是之前在这个数组里 有多少个元素是有效的 好 所以这个其实Slow当前的值 就是我们需要返回的值 它代表的是这个有效的 这个数组的这个size 这个尺寸 并不是说我当前指向的什么位置 大家注意这一点 它指向的位置其实是一个 还没有处理过的 是一个无效的值 好 所以基本思想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总结一下看 就是两个指针 Fast跟Slow Fast每一个循环都往前移动 以为来便利这个数组 它的意义就是它指向的位置 是我当前需要处理的位置 从这边我们看的比较清楚 它跟Slow不是重合的 Fast的意义是我当前需要处理的数 Slow的意义是 当前我发现一个有效的数 我当前要放到什么位置 它当前指向的这个位置 这个数等于是一个空的 并没有一个有效的数 当我们从Fast那边判断 一个有效的数 我们要放在Slow当前的位置 那Slow-1跟Slow-2 这两个位置就是我们之前 出现过的两个数 最近出现的两个数是什么 那如果它们两个都和当前Fast的值 相同的话 那就代表着 当前我们带处理的数 已经出现过两次 如果有一个不相同的话 或者都不相同的话 就代表着我们Fast的当前的数是有效的 我们就要放到Slow的位置 好 那我们看一下代码是怎么写的 首先我们还是判断一下输入的有效性 如果输入的数组是一个None 或者是它的尺寸 它的size小于2的话 我们就直接返回了 好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初始位置 我们Slow跟Fast的初始位置 我们都定在index2的位置 好 然后Fast就是一个缝循环里面变立 从一开始的第二个位置 然后一直到最后 里面我们做的判断就是 当前Fast所指向的这一个值 我们和Slow减1和Slow减2 分别进行比较 如果它们中间有一个不一样 或者都不一样的话 就代表当前Fast的指向的值 是一个有效的值 这时候我们就把当前这个有效的值 放在这个Slow当前的位置 然后Slow也往前移动一位 如果当前值是无效的话 Slow是不变的 好 最后我们就是Return 这个Slow的指针的Value 它代表的意义是 这个数组里面 有效的数字 有多大的size 好 这道题就讲完了 还是非常简单的一道题 如果大家看过了 它的前面那一道题 一的话 其实这道题答案也非常简单 也非常好详 好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 然后大家积极地讨论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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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